为了提升原住民族传统工艺产能的能见度 花莲市公所开办多元技能系列计划 包括了舞蹈还有手作技艺传统歌谣领唱的教学 市长蔚家彦也特别出席了部落家政人才师资培训 逃猪技艺的研习结业活动 希望竹人们可以透过种子教学培养第二专长 为了提升原住民族传统工艺产业能见度 花莲市公所特别开办多元技能系列计划 而其中也包括了部落家政班 人才师资培训 逃猪技艺研习课程 市长蔚家彦除了特别前往关心学员的上课情形 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精致体验制作串租 一颗一颗穿一颗穿嘛 对对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身上这样 那真的很漂亮 那也希望说我们妇女干部 可以有一些来到我们公所上一些课程 那除了可以回去可以教部落的我们妇女干部以外 那也可以让自己可以学习的更多一些 主要是希望说我们的部落传统文化不能断 那持续的请老师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那也希望说年轻的孩子们能够来了解这项 一公益 市公所今年开办原住民族群推动多元技能系列计划 内容包括传统歌舞创新课程 以及陶珠记忆研习之外 原住民传统歌谣领唱即鼓调新唱也在6月开办 希望激励年轻族人加入文化传承的行列 进而培养第二专长创造更多部落商机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